Based gosh email 各位親愛的屏東的同學 大家晚安 非常歡迎高屏地區的同學 來參加快點晚上的 身心靈的講座 今天來的人是不是很有福氣 台北的蘇瑪麗合唱團 在我們的指揮 團長 還有我們的伴奏 的帶領之下 台北的蘇瑪麗合唱團 這次全員出動 來為大家演唱 來 我們給他鼓掌一下 對 所以這真的是我們 非常開心的一件事 可以聽到我們從台北專程下來 為我們大家演唱的蘇瑪麗合唱團 好 那我們的演講要即將開始 請各位 麻煩檢查一下你的手機 來 給各位一分鐘的時間 等一下你的手機響會干擾到我們的講座 好 我們確定一下手機都已經關機 播放在靜音的部分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講座 好 那開始講座之前 來 我們還是讓春秀上來一下好了 來 那上來 是要講一下 因為我們的團長春秀 他過去也是一個癌症的患者 然後我要請他跟各位分享 他自己怎麼樣走過癌症的癌癒的過程 然後怎麼樣癌癒的過程 然後自己又來帶領這樣的一個合唱團 然後他自己又是怎麼去面對他自己的脆弱跟恐懼 好 因為比如說常常我們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 這個人怎麼那麼驚 有沒有 這個人怎麼那麼 這麼能夠忍耐 或怎麼那麼假裝的那麼堅強 那這個人為什麼那麼驚的背後 那其實應該是隱藏跟壓抑了很多的恐懼跟脆弱 那所有這些隱藏的恐懼跟脆弱 我們怎麼去面對 那面對的過程又會出現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來 請春秀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台北市馬力合唱團的團長 春秀 我是在2001年 那一年我38歲 在那一年確診 在那一年我的生根證生日那一天確診 我是腹膜癌 第三期末 轉移 軟巢 子宮跟小腸 那有一些 這些部分就都做了處理 然後去做了化療 生了病之後我才知道我完大了 就是我一直覺得我沒有被愛 我一直覺得我是多餘的 我是不夠好的 那我很害怕 因為我做得不好 我表現得不好 我身邊的人 包括我的先生 就會嫌棄我 包括作為一個母親我都覺得 那個自卑讓我覺得 我的孩子怎麼這麼倒楣 有這樣子的媽 如果他不是有這樣子的媽的話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更優秀 所以生活就在這樣日復一日裡面 我的腦袋瓜子裡面一直都在旋轉著 我是一個不夠好的人 所以結婚以後呢 其實我有了總共七次八次 到第二次復發 我的確診癌症是在我的第七次手術 所以前面呢就有六次的手術 在三十九 三十八歲之前 我的先生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他就這樣子的 一在一在的被我的疾病勒索 然後 在我生病的時候 他會陪著我 先開個玩笑 人家武俠小說裡面 有一個叫胡一刀 那春秀也姓胡 所以他是胡八刀 在三八 三九歲之後 前後總共開了八次刀 叫胡八刀 那 在這個治療的 在確診之後 我知道我完大了 因為我前面的那些手術裡面 其實我自己知道 我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我不可以說 在急診過程裡面 我已經好了 但是我不能說 因為說了就是說謊的人 做人不可以說謊 所以就要堅持演到底 就算我的醫生檢查不出來 這到底是什麼病啊 那就沒有問題啊 S光也照不出來 那我就說不是 還很痛 所以火腹探查 就這樣子 玩到 肆癌症了 我自己心裡面非常的明白 我玩大了 不可以再繼續玩 否則我沒膩 那這個手術做下來之後 我第一次知道 我大哥跟我講說 你老公在哭耶 你知道我多爽啊 可是在我生病的過程裡面 他經常在陪我的過程 他經常就是在買一堆零食 然後在旁邊吃 然後就會安慰我說 你不要擔心 你只是找走而已 我會很快也會跟著來 那我就非常的火爆三丈 為什麼 因為我就想要他愛我啊 我就想要他重視我啊 我就是希望他在乎我啊 但是他竟然讓我覺得 我在生病我都要死了 我都已經沒機會活了 你還可以在那邊吃吃喝喝的 我就是非常的生氣 所以安慰人 我從此學會了 不可以告訴他沒關係 找死完死而已 死亡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 那就這樣子到了 後來出院之後呢 我去認識了許醫師 那認識許醫師之後 我第二次的 覺得自己做不好事情的 那個我又來了 因為許醫師是我的權威 我一直希望我的權威可以肯定我 可以讚美我 那有一次我就記得 志工團在開會的時候 志工團 許醫師跟志工團一起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難過 然後 我不知道許醫師還記不記得 然後我就跟許醫師講說 許醫師你都沒有讚美我 已經開始學會表達了 我說許醫師你怎麼都沒有讚美我 你讚美誰讚美誰讚美誰 為什麼你都沒有說我好 然後許醫師說 哇你懂喔 看官啊 我怎麼也沒給他學了 我一直在讚美他 可是我聽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肯定我自己 所以就算旁邊的人 再怎麼樣肯定我 我都覺得還不夠 所以不多久我就復發了 這是第八次 就這樣 從那第八次到現在 已經幾年了 幾年了 我忘記了 十五年了 是 所以走到現在 我開始慢慢的喜歡我自己 所以我可以跟別人講 我喜歡你 那如果我不喜歡我自己 我永遠都覺得 我要去講我喜歡你好虛偽 所以 所以 謝謝許醫師 大家一起來學習賽斯心法 來看到自己有多棒 來幫我講一下 怎麼去面對自己 脆弱跟恐懼的自己 其實 就像疼痛一樣 當我身體在痛的時候 我就會狠狠的進去感覺那個痛 所以當我脆弱跟恐懼的時候 我也狠狠的進去看我到底在脆弱什麼 恐懼什麼 我到底在怕什麼 我就是怕有人在拋棄我 我就是怕人家不愛我 那我為什麼這麼怕人家拋棄我跟不愛我呢 我要不要回來先愛我自己 先滿足我自己 如果我可以回來愛我自己 滿足我自己 那個 真的是在練習過來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去練習 那個一邊害怕脆弱恐懼 一邊往前走 一邊學習 終身學習 許醫師我的終身學習的方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就捐款 因為我捨不得 我捨不得 我捨不得 花錢在我自己身上 我透過捐款 來愛我自己 我捐多少 我就買多少 給我自己 因為我知道我值得 因為我知道我值得 謝謝大家 掌握的分享 好啦 那一對母子請上來一下 對啊 你跟你兒子啊 來 我邀請一對 對 他們上來都沒有預言的啦 反正學習是 做什麼都平時起義的 那為什麼要請他們上來 第一個 我覺得這裡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媽媽 偉大的媽媽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兒子 這位帥哥 是一位白血病的患者 他只在幾歲幾年前 七歲 七歲的時候 就被診斷白血病 就是俗稱的血癌 那現在已經 十九 十九歲了 所以整整經過了十二年 給他鼓掌一下 第一個 孩子受了很多苦 第二個 我覺得做媽媽的 其實真的也很不容易 就是 你看 就唯一的一個兒子 兒子只有一個 今晚就是一個女兒 然後從七歲 兒子就被診斷血癌 而且在今年 骨髓移植嗎 還做了骨髓移植 就是媽媽 自己 捐了自己的骨髓 給孩子 來 我們鼓掌一下 為什麼要請他們上來 因為今天的主題是 怎麼樣去面對自己的 脆弱跟恐懼 那各位你想想看 面對一個自己的孩子 經歷了這樣的一個 生死關頭 十二年 十二年 擔心孩子會死掉 擔心孩子會身體的不舒服 那甚至因為在做 骨髓移植之前 還要做大量的 肋骨醇的一個治療 所以導致 其實很多的骨頭 很多的關節 都已經有點出問題 所以剛才大家看他走路 其實有點 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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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走 但是他們今天還是從台北下來 來演唱給大家 來鼓掌 大家說你們走不出去啦 找很多理由跟藉口 許醫師都很想把你們打死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的一個孩子 這樣的一個媽媽 他們覺得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要走出去 雖然家裡有這樣的情況 還是做完骨髓移植 現在還在復原當中 可是還是從台北下來了 來 所以媽媽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去面對這些脆弱跟恐懼 然後你又是怎麼走過這些脆弱跟恐懼 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在講 就是我們可以就這個主題 當然講很多很多理論的東西 但是我講句實話 我們今天講再多理論的東西 都不如讓各位看到實際的過程 實際的過程 因為我今天講 不管在座的任何人 任何一個正常的媽媽 在面臨孩子十二年 不斷的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你是會崩潰的 其實你是會崩潰的 你是會擔心孩子死掉 你其實是要很堅強 可是在這堅強過程當中 一定是有很多的痛苦脆弱跟恐懼 來 媽媽跟大家分享一下 許醫師好 大家好 其實孩子生病 我覺得剛開始是很怕 因為他剛開始小小時候 生病的時候 那聽到那時是 第一次他生病 那時是在我們回家 因為我是廣東人 回去的時候確診那身症 然後那時是自己很怕 但是我的怕是不敢在別人面前 表現出來 因為我那時的想法就是 我不能倒下去 我不能讓人家看到我很垂人 我要支持我的孩子 必須要很堅強 對 所以那都是 哭的時候是頭到在哭 然後一路走來 因為那時到0805 那時有聽到許醫師 07年有聽到許醫師的講座 就是在教育電台 但是因為後來是沒有接觸 沒有玩過 沒有玩過那時 但是我知道那是許醫師的觀念 就是 給我是有信心覺得 一定 我們只要有想法對了 一定可以 有 就是一定會好 那是那只是這樣想 後來因為他復發的時候 就是0602次復發的時候 那時真的是整個人就快垮下去 但是那時我已經在賽事裡面有學習 那時我就知道 我要不能一直靠藥物 因為那時他就是在做治療 第一次是全部療程走完 然後是有療癒三年多 後來是因為復發 那時的時候我就知道說 一直靠藥物不行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要走心靈 所以後來他復發的時候 我是 就是去找許醫師看門診 那時我覺得我看的心態就是 我一怕我就跑許醫師那邊去 然後看他的門診 然後就是我覺得就是許醫師 他一路可以的陪著我 還有後來我因為我有學習去參加讀書會 就是有學霸還有老師的支持 就是我覺得我主要是有 那時有支持的力量 對讓我原來就是 那個安全感越來越夠 就是剛開始真的是需要別人的陪伴 當你脆弱的時候 我那時是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當我們覺得脆弱跟恐懼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不要忘記要尋求支持的力量 好像我們合唱團很多的學員 來 合唱團裡面的學員 請問是並有的自己舉手 讓我們給他鼓掌一下 所以第一個建議給大家 當我們脆弱孤單恐懼的時候 不要把自己封閉起來 尋找一個支持性團體是很好的 所以我真的也非常 謝謝我們的春秀團長 建議起一個這樣的一個團隊 讓我們這些賽斯家族 能夠聚在一起 能夠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場合 彼此互相的支持鼓勵 像我們屏東也是 臺北也是有很多的讀書會 很多的讀書會 那有些讀書會 其實只要交給場地費 那有些讀書會 根本就沒有收費 那有很多網路讀書會 也鼓勵大家參加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真的尋求一個團體的支持 其實是好的 是對的 那像徐時有一些個案 有些個案跟我說 那徐時我到教會 去尋求支持 那我就覺得很好 很好 因為起碼你到教會去 那不是一個駭人的團體 至少他也都是善良的 願意來聽你 說你生命中的很多苦難跟委屈 所以給大家的第一個建議是 當你覺得恐懼 孤單脆弱的時候 你不要把自己封閉起來 你不要覺得那是你自己的事 你不要覺得這是丟臉的事 你也不要覺得求助 尋求支持是軟弱的行為 所以尋求支持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那繼續說 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因為有知識的團體 然後還有 因為你可以去那邊說說話 然後那是我還有找 新年齡 也有找福拉老師 先聽完要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在基金會 或是在全台灣或是北部 其實我們都有非常多的免費陪談 免費陪談 那這個部分也是大家可以來利用的 那甚至大家如果參加巡師 或是我們賽斯永生出的APP 我們現在線上也都有 二十分鐘的免費陪談 好的 二十分鐘的免費陪談 所以大家知道我們基金會 這幾年在做很多很多的事 那甚至每年的寒暑假 我們基金會也都會辦 青年的獎數學金 包括你來申請 如果符合清函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會發三萬塊的獎數學金 那如果你對賽斯心法的一個學習 論文也都有這個論文的獎金 所以大家多注意我們基金會的訊息 然後我們都會做這樣的一個服務的部分 那欣元丁跟智商老師的服務 對 就是因為就是做自我堂水的部分 對 但我覺得許醫師有事 我就是把許醫師當作是急診用的 因為他的時間是很短 對 然後我就是很急的時候 我就會掛緊 以前哪比較好 現在不好掛了 現在是要預約比較久 至少要兩個禮拜 對 有急事我就 就是大學生那邊說一下 然後就是找輔導老師 然後就是有讀書會 還有我們的團長 他都會跟我私訊一下 對 都會跟照顧一下 我覺得在恐懼的時候 其實就是真的有都可以把 很快就可以路過 好 來 老師要不要講一下 從七歲到現在十九歲的 有沒有內心有時候 孤單啊 恐懼啊 或是脆弱的時候 有時候 有 我就在畫原期間 做說看 特別滿重的 但是 不想讓媽媽看到 所以都 一直打針 都是 都不會亂動的 還是 嗯 講一下 打針很痛嗎 或這個時候 在做俯水醫師的時候 其实是很辛苦的 我真的真的烦恼做 但是回来就是要装正点 装什么 装正点 我看你都装傻了 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 当脆弱或恐惧的时候 如果想找人说可以找谁说 但是你有时候 都还是习惯会闷在心里面 对 之前真的都是闷在心里 对 闷闷在心里 因为想出来又怕妈妈担心 又觉得妈妈已经付出很多 压力很大了 对不对 闷闷在心里 是 那现在我们开始慢慢学会 把它说出来 有 你现在要试着说说看 你看经历了十二年的 当然其中有三年的症状是好的 可是这些治疗真的是非常辛苦 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辛苦 这是有没有度 是觉得干脆放弃算了 那种感觉 是觉得干脆放弃算了 那种感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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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 非常酷 所以 其實你可以說出來 我們給這個年輕人鼓掌 謝謝 謝謝 聽說有一點大小的話 上次跟媽媽說話後 那因為這個孩子其實很多時候 是把自己封閉起來 然後很多情緒也都放在心裡 然後上一次 他在跟許醫師回應的時候 我提到自己非常的玻璃心 你要不要講一下自己的玻璃心 你剛好這就是符合我們今天的主題 這些脆弱恐懼 他最常發生的事情就是 玻璃心掉地上睡一地這樣子 有講到玻璃心掉地上睡一地的感覺 就覺得好羞恥 好什麼 好羞恥 怎麼說好羞恥 特別不想要見別人 特別不想要見別人 要去把自己躲起來 好 是 我現在在那邊也覺得蠻羞恥的 你說怎麼樣 我現在在那邊也覺得蠻羞恥的 你為什麼覺得站在這邊是羞恥呢 我 我知道 來 你可以覺得站在這邊是讓大家來關心你 來問你打氣 來 你們覺得他站在這邊是羞恥嗎 這就是許醫師說的認識的問題 你今天站在這邊不是羞恥 因為生病不是你的錯 你也並不是拖累媽媽 相反的在這十二年來 你展現出來的是很大的勇氣 所以你想想看有多少孩子 是七歲生病到現在十九歲 然後媽媽參加合唱團的活動 從台北到屏東來 這兒子是陪在媽媽身邊 來 你們覺得他有任何羞恥的印刀嗎 這其實是真的很好吃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羞恥的感覺 不過你的確完美的演繹了 玻璃心碎一地的那種感覺 等等 我站上來了 蛤 我站上來了 你站上來 因為你很棒啊 我現在知道了 蛤 我現在知道了 你現在知道了 知道什麼 好嗎 知道 我很棒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環境孩子很容易覺得自己是丟臉或羞恥的 或玻璃心容易碎一地這樣的心情 他可能就是覺得 就是要有表現好的 那才可以給人家看到 表現不好的 可能他覺得生命可能 他覺得是太多 就是不好的 不好的 這是不是好事 多說一點 其實這就跟我們今天的主題一樣了 所以今天主題是如何面對自己內在的脆弱和恐懼 可是我們最大的限制性的信念 跟扭曲的想法 就是常常覺得自己是好的才是可以的 自己是好的才能站在台上 而不是因為生病才站在台上 而是其實並不是這樣 你看你今天站在台上 說實話 傳播到全世界各地去 你能帶給多少人鼓勵 你再告訴別人 我從七歲生病到現在十九歲 我好好的在這裡 所以你們也會好好的 不是嗎 大家晚上下來 我想說是那個 我第一次會等這麼多人這樣看 我覺得好羞恥 第一次都這麼多人這樣看 對 可是你要想成 也許大家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啊 對 你要想 大家都是因為善意 因為對你的鼓勵所以坐在這裡 來媽媽再多講一點 對孩子的內在的分析 孩子可能要覺得很棒 才能站在這裡 或也許針對這麼多人的眼光 他其實是會害怕 那害怕是正常的啊 可是學識在你靠什麼 對不對 是啊 他們是對你怎麼樣 我說他們都宰了啊 開玩笑 會把你都宰了啊 是 來 媽媽多說一點 面對脆弱跟恐懼 或面對孩子的害怕 或是你怎麼走過自己的害怕 害怕其實是 常常會有的 不是 有時是屏風呈現出來的 因為常常是對著孩子生病 因為常常是對著孩子生病 我真的很擔心 就是很害怕 以前是怕是不敢跟別人說 但是後來我是會說出來 然後 當我說出來的時候 當我看到我自己害怕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已經害怕減少了 就當你看到他 願意把他說出來 其實害怕就減少了 所以各位他已經在教各位方法了 好 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害怕放在心裡 獨自面對的時候 他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但當你是願意面對他 願意把他說出來 你就會發現他其實沒有那麼害怕 還有就是其實他剛才 他說他覺得受死 其實 這個想法在我們前 可能我也會認為覺得 丟臉 對 因為我覺得 我要說算 照顧孩子照顧了12年的媽媽 最後還捐骨髓給自己的孩子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媽媽 為什麼她覺得丟臉 來各位你們同意嗎 她應該要丟臉嗎 還是其實她是一個偉大的媽媽 沒錯吧 來我們給這個偉大的媽媽 我是覺得 因為以我以前的想法 我就覺得 我沒有把孩子照顧好 特別是說 去分析分析說 因為孩子的生命 就是跟我的關係 我的家裡的關係有關 所以我更加在內疚 所以我更加在內疚 所以就覺得 什麼都是好像說錯錯錯沒有錯好 這是我對我自己的責責 所以我覺得 她有跟她道歉過嗎 我有曾經跟她道歉過 說對不起 我沒有 幫你照顧好 對 然後就說 小時候回到她也太可可 對 所以我會想 上一陣子 但是我還清理的 上個禮拜聽的 你也聽到 哇 原來我好像又很糟糕 然後再提一提就哭啦 哭完後就再想一下又好啦 就是那個心情轉過來的時候 轉過來的時候就看到 轉過來的時候就OK 有時候你會跟孩子分享你的一些感覺 有時候跟孩子說 其實媽媽也很害怕失去你 媽媽對你的那份愛跟關心 你會告訴孩子你內心的感覺嗎 有時候會說 說不多 不多 你會現在說 說什麼 孩子 很高興你從台北陪媽媽到屏東 參加合唱團的表演 謝謝你陪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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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氣 孩子你很棒 我覺得這十二年 對 他很貼心 對 有時給他貼心 貼到有點覺得 覺得他太貼心 都害倒他 是 是個很貼心的孩子 好 那剛才孩子提到 他有時候常常會有一些內心的 脆弱也好 害怕恐懼 那孩子都放在心裡 不知道這件事情 媽媽怎麼看 或是有時候還是玻璃心 我記得我上次有跟媽媽講過 因為很多的父母都想要去幫助孩子 包括很多的父母 帶孩子到許醫師的診所來求助 但是 帶孩子到許醫師這邊來求助的父母親 常常許醫師都會希望父母親從自己的進步 開始做起 比如說對上義來講 上義一直有一個非常脆弱也好 不非常敏感 其實他是一個很敏感的孩子 他很害怕自己在人家面前 是不夠好的 他很在乎別人的眼光 所以他就特別不容易走出去 因為怕失敗 也許怕被嘲笑 那後來我就問媽媽 像媽媽也有類似的特質 那我就跟媽媽講 我說今天你要幫助孩子是對的 是好的 可是 如果你真正想幫助孩子 其實是要透過你自己的改變 各位 父母親必須從自己的改變做起 生那時候就鼓勵媽媽 怎麼去看到自己內在的 脆弱也好 軟弱也好 然後鼓勵媽媽怎麼樣 勇敢的走出去 而不是封閉或退縮在自己的世界裡 來媽媽對這部分說一下 我第一次說不是你直接幫助他 而是你必須因為他而開始自己進步的意思 來 你要怎麼解鋪跟徐師說 因為我這幾年其實很努力的在學習 來 都給爸爸鼓掌一下 但是這個很努力的鼓掌也有些什麼方法 今天我們講客服軟弱也好 恐懼也好 各位 因為持續學習的過程是必要的 所以他們和唱團 其實不是只是在唱和唱團而已 團長或是有些人也都在帶讀書會 那同學其實也都彼此常常在分享 不斷的在學習跟進步 對 因為其實我現在每個禮拜多會有去上課 都在上課 因為都在讀書會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在練習表達 表達自己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我也是會常把我的感覺 就是藏起來 把感覺壓一下 對 就是沒有去說 所以現在就是練習跟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就是去看到自己感覺的時候 去跟他做表達 是 來 上一那 你要不要跟媽媽一起進步 就怎麼樣學習把自己的感覺說出來 沒有 我也沒講 那譬如說你現在站在這邊 跟剛開始上來有沒有感覺不一樣 有 講完沒有那麼直到 我看你整個緊張都嚇呆了 還可以 還可以 慢慢比較正常 對 好 那未來你要不要常常 如果心裡面有什麼感覺 也許就跟媽媽說 然後我媽媽忙的話 這邊有很多 阿姨啦 大嬸啊 大媽啊 不是啊 姐姐啦 不是這麼多姐姐們 其實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心裡的感覺都說出來 簡單來講 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因為這個年輕人很敏感 常到外面的世界去 如果說他覺得人家不喜歡他 或得不到一個很好的一個回饋 把他縮回到自己的世界 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孩子 其實真的是 需要多一點對自己的信心跟鼓勵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 給他們一個很熱烈的掌聲 第一個 其實為什麼請他們上來 因為你們發現 他們其實都沒有準備 都嚇壞了 因為第一個 剛講我們台北的索馬力和商團 下來停動 本來就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第二個 十九歲的孩子 能夠陪著媽媽來 各位這是不容易 因為你們家十九歲的是不會陪你來的 對不對 不會陪你來了 所以對於今天兒子 能夠陪媽媽一起下來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那再來想到他們這十二年來 不管是孩子所承受的 在醫療上面的痛苦跟折磨 各位你看 這十二年來打過的針 恐怕都上千支針了 然後這十二年來 媽媽的擔心害怕 媽媽的擔心害怕 所以我想他們已經經歷了很多的折磨 經歷了害怕孩子復發 害怕孩子死掉 所以光是這樣的一個母子 今天站在講台上 我覺得給大家看到的 就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一個概念 正面的概念 也告訴大家 今天不管我們面臨什麼樣的痛苦跟折磨 其實我們都可以很好的度過 好不好 那我們就以這個例子 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對自己真實 承認自己的脆弱跟恐懼 所以剛問了一下羅納主任 他亂呆了一下 可能晚餐還沒有吃 對肚子蠻餓的 好 承認自己的真實 我想從這句話來談好了 各位我們每天 每天再過日子 有時候我們真的是容易自我欺騙 什麼叫自我欺騙 就是我們都沒有好好的去面對內在的感受 我們可能也沒有好好的面對內在真實的自己 好比如說許醫師是一個精神科醫師 我擅長藥物治療也好 擅長心理治療也好 那在心理治療的某一個階段 其實就是如何帶領一個個案 回來看到自己內在真實的感受 那個好比說原來我的內心有這麼多的委屈 可是我都用頭腦把它壓抑了 或是原來我的內心過去那些悲傷都還沒有結束 我只是以為自己已經不悲傷了 或是也許我的內在那個憤怒始終都在 我只是告訴自己我不要再生氣了 所以也許當我們的自我每天在生活上 彷彿運作得很平順的時候 我們的內心是不是有很多的 副相的感覺我們是沒有好好的面對 好來 許醫師先直接來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講憂鬱症好了 大家知道憂鬱爆發的時候可能會不想出門 憂鬱爆發的時候會有很多的負面思考 憂鬱爆發的時候很多本來感興趣的不感興趣的 憂鬱爆發的時候所內在的不自信的自卑的 統統統跑出來 統統跑出來 好 那憂鬱為什麼會爆發呢 剛剛許醫師剛剛開始有講 因為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都要很什麼 很驚 各位 因為每天要上班 也許你是一個爸爸也許你是一個媽媽 也許你習慣報喜不報憂 也許你習慣要求自己在人家面前都要表現得很好 可是你沒有發現也許你累了 你沒有發現也許你想休息 你沒有發現也許你根本不想承擔那麼多責任 可是不知不覺當中 甚至從小到大 你承擔了好多責任 比如說舉我自己當例子好了 大家知道我們家四個小孩嗎 我是老妖 我是老妖 對 那一般來講老妖 就比較調皮嘛 然後比較敗家嘛 比較稀里呼嚕嘛 可是 後來變成 四個孩子裡面 對父母的部分我承擔最多 好的 當然承擔OK在我的能力範圍內 可是 比如說有些人 當你 必須要承擔的時候 不代表你內在沒有委屈啊 不代表你真的很想負這些責任啊 來各位說對不對 對 對 如果可以的話大家都不想負責任 那問題是沒有人要負責任啊 於是我們逼不得已自好把自己 武裝起來 可是我們的內心 那個脆弱的 委屈的 感覺到累的 感覺到累的不平衡的那個自己 有沒有被我們自己好好的照顧到呢 各位親愛的 我們內在的那個自己 感覺到委屈的 難過的 不舒服的 不平衡的自己 不舒服的 我們有沒有去好好的 面對他 釋放他 甚至去疼惜他 還是我們都只是很方便的把它壓抑下去了 然後就繼續第二天 也許眼淚擦一擦 還是繼續的往前進 可是在賽斯心法的學習裡面 各位 我們怎麼樣回來看到自己內在的這些壓抑的感受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當社會上這麼多的媒體 帶著這麼多的恐懼 偏見與限制的資訊的時候 你是否問過自己 什麼才能讓你跟全家人及孩子們 能夠得到正向的能量 能夠對未來充滿了期待跟喜悅 而活出生命的獨特平安跟自在呢 為了這個目的 我們成立了 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就是希望為全世界的人類 提供一個向內覺察 傳遞正能量 協助每一個人都能把我們內在的正能量 我們的內我的愛 智慧慈悲 創造力 喜悅跟潛能打開 讓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來活出身心靈平衡健康的人生 而這十幾年來 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一共自播了 身心靈的公益獎座 讀書會 近兩千場 而我們所有的 時事健康節目 也近一百集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支持我們的理念 希望您一起來支持我們的 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而您的小小的捐款 能夠讓我們大大的出力 能夠讓我們為這個社會 盡每個人能盡的一起的力量 希望您能夠與我們 一同來參與這樣的行列 再次的 謝謝